你们几个要造反啊 拉出去批斗 要做好香港成为死港的准备 上次我们讲了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暴动 六七暴动 但是关于这次暴动还有很多疑问 直到2012年出版了一本书 这些疑问才有了答案 这本书叫做香港1967 是根据当时中国方面直接参与领导 这场暴动的一个高层的回忆录 跟录音整理编写的 这个人叫做吴迪舟 他在1949年以前 就在香港担任中共地下党员 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共产党驻港的最高领导 当过文汇报的社长 六七暴动期间 他是担任港澳联合办公室斗争组组长 当时就是因为香港的事情 跟比较激进的造反派闹翻了 结果被批斗了13年 全家下放 到了1979年才平了反 后来退休在家里 不干别的 就天天写日记 把六七暴动的内幕情况 圆圆稳稳记录下来 1992年吴迪舟去世了 他女儿就整理他生前的遗物 像日记录音什么的 然后公之于众 其中最重要的证据 就是一本他在六七暴动的最高潮 五月到八月的期间 他记的会议笔记 里面记得很多当时中国 还有香港的左派高层 关于六七暴动的讨论和决策情况 这个资料是第一手的 不能再第一手了吧 然后另外再结合一些可信的党史记载 那么这个六七暴动背后的来龙去脉 也就逐渐的清晰起来了 不过我们讲以前要提前说一句 文革是1956年开始的 而六七暴动的内幕里面 必然就涉及到一些关于文革的情况 现在人可能不太熟悉 我尽可能用通俗的语言 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 把它讲清楚 这里我们先把角色交代一下 在背后决定六七暴动的人 首先不是香港人 是中共中央 其次并不只是某一个人 或者某一批人 这里面有三股力量 第一股力量我们叫它鸽派 也就是当时的外交部长 陈毅下面的整个外交系统 涉及到香港这一块 就是廖仲凯跟何乡年的儿子廖承志 他是主要负责人 另外还有半个鸽派 那个就是周恩来 为什么叫它半个鸽派 我们回头再说 第二股力量 当然就是鹰派了 就是当时文革的造反派 他们想在外交系统夺权 代表人物有像王立 姚登山 曲本宇 这些人大家不用太了解 知道是激进的就行了 第三股力量是戏份最少的 但是却是最决定性的力量 谁呀 毛泽东呀 咱们按时间顺序来说 1966年的5月 文化大革命这时开始 刚开始就只是像香港现在一样游游行 大家喊口号 然后那个时候没有网络 没有办法在网上怼人 大家就去贴大字报怼人 怼完了大家觉得挺有道理的呀 就冲过去把这个人揪出来批斗 啥叫批斗呢 简单的说又打又骂嘛 后来文革进一步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叫做夺权 什么意思呢 就是跑到各级国家的权力机关 去把那个管事的揪出来批斗 就打一打骂一骂 然后呢 他的权力就归你了 你就可以带他们发好施令 而我们上次讲到这个 澳门发生在澳门的一二三事件呢 就相当于是澳门的左派 在澳门一次成功的夺权运动 那个不但是大获成功啊 而且比中国第一次正式议政的夺权 都要早 比中国的文革的这个还要走 又起了个示范作用 所以呢 所以呢香港左派一看 哎呦 这个葡萄牙人这么轻易就怂了 就想在香港复制这一成功 给港英政府也来那么一次夺权 但是呢 这个中共的外交系统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鸽派嘛 廖晨志啊 吴迪洲啊 包括周恩来都很清楚 让香港保持在英国手里 对中国不但有必要 而且非常重要 我们上期就讲过了 香港这一百多年来 从满清到北洋到国民政府到共产党 一直都是历任中国政府的白手套 中国从英国手里抢走香港 比攻台呀要容易多啊 哎一下就到了 但是呢 那样得到手的香港呢 就真的成了渔村了 跟其他中国城市相比呢 并没有什么特殊价值 但是你说这个道理能公开说吗 特别是你能跟那些等不及要收复香港的激进派说吗 当然不行了 所以呢这些鸽派呢 一直都是表面上 符合造反派的革命主张啊 但是背地里呢 他并不想在香港把事情做绝 这个时候我们刚刚讲的第三股力量 就是老毛对香港是怎么想的呢 没有什么任何公开的记载 老毛这个人很谨慎 他不会有东西就是我决定给记下来的 但是考虑到毛呢 对文化大革命是寄予厚望的 澳门的事情那么顺利 很难说这不是一针强心剂啊 1967年2月发生了著名的二月逆流 这是个名词啊 大家可以自己查一查 简单说呢 就是中共的几个军队的元老啊 像徐向前 叶靖英 还有陈毅的几个人 因为文革那个时候逗了不少部队干部 跟这个中央文革小组 就是这个江青那一伯人呢 在中南海直接被骂掀桌子了 最后呢 老毛派板了 你们几个要造反啊 拉出去批斗 所以陈毅就这么倒了 那我们前面讲的鹰派呢 就打算要对陈毅手下的外交部 还有像廖臣志这些鸽派呢 要夺权 在这种压力下面 鸽派呢 为了不被人抓到罢柄 就不得不也要奉轻一点 所以到了六七年四月份 在香港塑料花厂发生劳死纠纷之后呢 这鸽派可以说是在鹰派的挟持之下 搞了一系列的事情 包括组织100万人到北京的英国代办处 门口去示威 到了五月份 廖臣志已经被造反派堵在中南海里 不敢出来了 一出来就要批斗嘛 所以他就没法去组织工作了 周永兰就拉了一帮子人 另外搞了一个摊子 专门来指挥香港的暴动 关于这个时候呢 毛对于香港的态度呢 还是没有一个确切的证据 但是在包括像吴迪州的笔记里面 包括这个笔记 还有很多的公开材料里面 都提到说周永兰公开表态说 不准备收回香港 我们考虑到周这个人 一生一辈子谨言盛行 所以这种公开表态 应该也是毛本人的态度 但是到了六月份 这个事情起变化了 六月三号 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 高道提出要香港左派 随时准备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 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 风向变了啊 六月六号呢 毛泽东在接近外宾的时候 提了一嘴 这个暗示在香港问题上 我们要强硬 而根据吴迪州的笔记里面记载 当天就在六月六号 周永兰在对香港方面 做指示的时候呢 就放了几句狠狠的话 说要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 这个你不要听起来文多多的 就是我们要犯法嘛 那么这个其实呢 是中共的传统法宝了 在毛泽东选记里面专门有提到 合法战争和非法战争结合 所以说这个斗争啊 也不能被法律束缚了手脚 周永兰还说啊 要做好香港成为死港的准备 要做一个大运动 而且要搞几个高潮 迫使港英政府低头 死港 另外就这个时候同一时间 广州军区的陆海空司令员 都被召到北京 要商量准备 对香港采取军事行动了 那么 哎 奇怪啊 前面好好的 为什么这个时候中共 尤其是老毛 突然要对香港动手呢 这个其实讲起来呢 是老毛的一个战略误判 老毛其实是有很多战略误判 那么这个也是他其中之一 其实不是老毛了 全世界都误判了 为什么呢 那个时候啊 中东局势是很紧张的 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是剑拔弩张 而以色列这个兵力呢 在纸面上看啊 跟像埃及 叙利亚 伊拉克 这几个阿拉伯国家 盟国合起来是没法比的呀 一个小蚂蚁嘛 更何况对方那边还有苏联撑腰呢 打起来就算能顶住 也一定是苦战嘛 到时候美国肯定有的忙了 那就没空来雇亚洲了嘛 这个时候去打香港 拿下来就容易多了嘛 所以老毛就做了个决定啊 而且呢 这个善于揣摩上意的周恩来呢 也就紧握秘鼓地开始布置起来了 结果 人算不如天算 6月5号 以色列亲全国的兵力 对阿拉伯盟军展开了突袭 乒乓五四一顿打 5号开始的 到10号全面胜利 打完收工了 这个战争呢 就叫第三次中东战争 也叫六日战争 总共6天 埃及 叙利亚 野门 空军几乎被全灭 陆军丢回几家 大片国土被以色列占领 全世界都惊掉了下巴 包括老毛本人 所以呢 6月9号 周恩来找到那几个广州军区司令员 让他们停止 不要准备进攻香港了 但是你说你要在香港干大事 这个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了 说刹车就刹车 哪里有那么容易啊 更何况这个时候后面还有鹰派在盯着呢 到了8月份呢 发生两件事情 第一是这个造粉派 鹰派终于成功地在外交部夺权了 把人赶跑了 开始自己行使外交权力 咱们前面说到那个无敌州嘛 就是这个时候被批斗下放的 这边插一句啊 吴迪忠在最后这个月的彩虑笔记里面 记了说造反派要往香港运8000多把甘蔗刀 就是大砍刀 被他扣下来了 这个大砍刀大家还有印象吗 在九几年的时候 卢旺达不是有大屠杀吗 死了100万的卢旺达人吗 当时很多大砍刀就是从中国进口的 所以造反派要往香港运大砍刀收来干什么呢 你知道了吧 最近林郑月娥援引殖民时期的紧急法制定的反门面法 不让人蒙面了吗 最后一次港英政府用紧急法 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上次讲过 港英政府以煽动罪名援引紧急法 逮捕了左派的《大公报》《文汇报》几个记者 外交部造反派一看 哟 开我们表演了嘛 就给英国方面发了一个最后通牒 要求他们两天以内放人 否则后果自负 注意啊 这个通牒是要周恩来批的 他也确实批了 结果时间一到 港英肯定没放人嘛 造反派就组织了一万多红卫兵 一把火把英国代办处烧了 把英国代办就相当于英国的驻华大使 揪出来揍了一顿 这个事情才过了五个小时 周恩来就把外交部的造反派喊过去 骂了个狗血喷头 没过几天 周恩来就以这个事情作为理由 在毛泽东那里拿到了上方保健 把中央文革小组里面 主张外交部独权的两个主谋 王立和官分给办了 把外交部又夺了回来 但是尽管上头已经转了方向了 下面的执行人员 尤其是香港六七暴动的一线人员 还是没有充分理会上面的意思 或者说他故意是不服从上面的意思 继续在扔炸弹搞暗杀 直到六七年年底 周恩来实在忍不住了 把人通通喊到北京去 当着面拍着桌子说 你们不要搞炸弹了 不要罢工不要游行了 这个事态才终于平息下来 周恩来这个人 我们凡是受大陆历史教育的朋友 普遍就觉得 这个是近代史上少有的玩人之一 即便是香港台湾人 也不乏有对周恩来有好感的 但其实你对这个人的事情了解的越多 就越会觉得不寒而理 那么随着将来越来越多的资料 会主动和被动的解密 那么围绕着周恩来的遗团 会逐渐解开 相信这个人的形象 会更加的清晰和全面 这里我们不多断言 但至少在六七暴动这件事情上 可以明确的是 周恩来是从一开始就介入了 最后喊停的也是他 而他全程指挥和参与了大部分 甚至是全部的过程 有的事情看起来跟他无关的 但是你细究一下 你会发现并不简单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造反派 去烧英国代表处的事情 下通牒的是造反派 烧房子打人的是红卫兵 周恩来不但好像没有参与 而且强烈反对 最后就把他们赶跑了嘛 但问题是批准最后通牒的是周恩来 批准红卫兵游行示威的也是周恩来 周恩来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是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召集人士 文革的积极参与者 最重要的是 他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人 非常谨慎 他说造反派向英国下最后通牒的事情 自己是因为累了 稀里糊涂的就批了 我跟你说 周恩来这个人 这辈子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哪怕是最后病入膏肓临死的时候 都在写检查自我反省 这么大的事情 他能犯个糊涂 不可能的 所以更合乎情理的解释 是因为当时外交权力旁落了 而他了解毛泽东 是不想跟英国闹翻的底线 他就故意去诱导红卫兵 把事情闹大 然后借毛泽东震怒的机会 把外交权力抢回来 这个才符合千年不倒温 中央特科一号特工 装来周总理的办事风格 我们前面讲他是半个鸽派 你说他到底是鸽派还是鹰派呢 好了 上一期我们讲了六七暴动的症状 这一期我们分析了 表面症状背后的逻辑和因果关系 那么下一期将是我们香港暴动史的最后一期 当然就来说一说当下了 对照香港历史上的两次大暴动 过去的几个月里面 直到现在都在香港发生的这些事情 它到底是暴动吗 如果是 它会面临着什么样的结局 如果不是 那它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这期我们下回再说 想听的话 麻烦您点一下红色的subscribe 订阅按钮 订阅我的频道 最好再点一下小铃铛 下次我们就给您续上 谢谢了 拜拜 咦 为什么 在买买买的